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eyond 就在什么之外 就是超越什么东西 在什么之外呢 在vinyl vinyl它其实是种塑胶 是以吸机 吸就是吸少的吸 机是这个鸡笼的鸡 甲乙饼钉的甲 以吸机 那其实它就是黑胶唱片的那种材料 所以它可以用来指黑胶唱片 所以在黑胶唱片之外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副标题告诉你 它要exploring 它要探索的persistence persistence就是坚持不懈 它也可以表示继续存在 它执意不退 就是我就是不走 我就是I'm here to stay 没有人可以帮我赶走 所以什么东西的这个继续存在 坚持不懈呢 这个三分钟的pop song 流行歌曲pop song 好 那因为是磕豆子 我们直接进入这个文章 我们来看第一句 它说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pop songs tend to be around 3 minutes long? Have you ever wondered? 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你有没有觉得很好奇 觉得很奇怪 这个是很常见的英文语块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什么什么? 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pop songs就是流行歌曲呢 tend to 往往是be around 大概是3 minutes long 大概都是3分钟长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 好 我们看下一句 它说 This custom of the 3-minute song actually dates back to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所以this custom custom在这里就是一个 a habitual practice 一个习惯的做法 practice就是p-r-a-c-t-i-c-e 就是这种做法 habitual就是习惯性的 h-a-b-i-t-u-a-l 所以这个习惯的做法呢 什么做法呢? the custom this custom of the 3-minute song 就是一首歌 大概是3分钟 这样的一种习惯呢 actually 实际上是 dates back to 就是可以追溯到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它可以追溯到 20世纪的中叶 20世纪的中期 好我们看下一句 它说 in the 1950s the small 45rpm record was favored by radio stations over large long plain lt records 所以in the 1950s 在1950年代呢 这个small 就是这个比较小张的 45rpm record 就是45转的唱片 record就唱片 rpm就它转速 那45转的 这种比较小的45转的唱片呢 was favored by 就是受到谁的偏好 favor是动词 这里当然是被动 那favor这个动词的意思就是 to have a liking for 喜欢什么 或者是prefer 比较喜欢什么 也就是be partial to 偏爱什么 partial就是p-a-r-t-i-a-l 所以呢 在1950年代 那个比较小张的 45转的唱片呢 受到偏好 谁偏好它呢 by radio station 被广播电台 所偏好 那over就是 you like you prefer a over b 你比较喜欢 这个45转的唱片 比起什么呢 所以over在这里 有那种超越的意思 所以它 这个喜欢程度超越了 它比larger 比较大张的 long playing lp records 所以lp 这个我以前都听了讲 lp-lp 就是指这种唱片 那这个 其实这个lp 就是long playing 这个照字面上来看 就是可以放的 可以播放比较长时间的 但是其实 所谓的long playing records 中文叫做密文唱片 那个密就是 很紧密的那个密 密度很高的这个密 文就是文录 密文 所以long playing 它的意思就是密文的 事实上 就是它也是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它会慢转的 它转速比较慢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 45转的唱片 受到欢迎 那lp呢 它每分钟是 33又三分之一转 所以它转的比较慢一点 所以这个换句话说 在1950年代呢 广播电台呢 比较喜欢45转的唱片 而比较不喜欢 比较大张的 这种这个密文唱片 好我们看下一句 有一个空格 this blank was mainly because 45s featured only one song per side as opposed to the five or six on LPs making it much easier for the DJ to locate the specific track they wanted to play 所以呢 这个句子有点长 但是其实结构不难 所以this什么东西 was mainly because 主要是因为 好那我们看他给我们的选项 第一题 A选项是reflection 它是反应反射或者反省 这跟反省没有关系 跟反射也没有关系 B选项frequency 频率发生的次数 这个转速跟频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答案也不对 那C symptom 疾病的症状或者是症候 那在这里我们也不是在谈论疾病 所以C也不对 第一呢 preference 偏好 这个就对了 因为preference就是 to be favored by 或者你比较favor什么东西 那就是一种preference 就是一种偏好 所以第一题 我们选preference 所以this preference was mainly because 这个偏好 就比较喜欢45转唱片 这个偏好 主要是因为 45s 就是45转的唱片 featured 它以什么为特色 或者以什么为主题 也就是它 在这里其实就是有的意思 它有怎么样 only one song 只有一首歌 per side 每一面只有一首歌 所以各位如果听过唱片的 就知道 这个唱片 它可以两面播放的 好 那45转唱片 每一面只有一首歌 然后呢 as opposed to as opposed to 很常用 就是in contrast to c-o-n-t-r-a-s-t 也就是对比于什么的意思 它也可以理解成为 instead of的意思 所以45转唱片呢 它每一面只有一首歌 相对于怎么样 the five or six 省略了一个songs on LPs 所以呢 相对于 这个密文唱片上面 每一面有五到六首歌 那这样的状况呢 就会怎么样 就会 making it much easier 就使得这件事情 容易得多 对谁来讲容易得多呢 making it much easier for the DJ 这个对DJ来讲 容易得多 DJ要做什么容易得多呢 making it much easier for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就是这个DJ要做什么事情 会比较容易呢 他要做的事情是 locate 就是找到 找到位置 也可以念locate 都可以 the specific 那个特定的track track在这里指的就是 那个唱片上面一首歌 就是一个track 所以呢 他如果要找某一个特定的 一首歌的话 他这样找起来比较快 所以这个track是怎么样 这个track是 they wanted to play 他们想要播的那首歌 这个they是指那个DJ 那因为不知道性别 所以现在都用 英文都用they来代替的 不知道性别的情况之下 所以换句话说 这种45转唱片 一面只有一首歌 所以呢 DJ他要找到 他要放的歌很容易 他就抓了一张唱片就好 反正就一面就一首嘛 他马上就可以找到 但是各位可以想象 如果你今天是用 密文唱片的话 一面有五六首 那他还要去找 我现在要播的是第三首 或者第四首 那这个事实上 我不知道他们用的仪器 应该是比较进步了 像我小时候 我们在听唱片的时候 你要听第几首 你要 大部分都是要用手 去把那个针头 拿这个局 拿起来 然后去对到那个手 再把它放下去 那有时候放的不好 就会产生杂音 或者是你可能也会放错手 所以就很麻烦 所以一面只要一首 对DJ来讲很方便 使得他很快就能找到 making it much easier 很快就能找到 他要放的那首 specific track 好我们看下一句 他说 Due to their small size However 45s couldn't manage much more than three minutes of music per side Due to 由于他们的small size 因为他们很小 也就是这里 就是容量很小 因为他技术的问题 他容量很小 所以呢 45转的唱片 couldn't manage 他没有办法处理 没有办法装进去 你也可以说 couldn't handle 没有办法处理 怎么样 much more than three minutes of music per side 他每一面 因为他容量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 每一面大概放的歌呢 没有办法比 三分钟多多少 couldn't handle much more than three minutes of music 他的音乐 每一面能够 容纳的音乐 比三分钟 多不了多少 就是你超过三分钟 还可以 但是超不了多少 所以这个是个问题 好 我们看下一句 this restricted the length of songs and reinforced the brief airtime a song got on radio shows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状况 restricted 限制 restrict 就是to keep or confine within limits confine 就是限制 c-o-n-f-i-n-e 好 restrict 所以这个限制了 the length of songs 限制了歌的长度 因为他每一面 大概就是三分钟 多一点点 同时呢 第二个动作是 and reinforced reinforced 就是strengthen 强化了 他强化了什么呢 the brief airtime 那个很短暂的 airtime 就是广播的时间 播送的时间 a song got 一首歌 他所能有的 这个播送的时间 on radio shows 在这个收音机的节目上面 在播音节目上面 他能每一首歌 能够放的时间 也被这个强化了 所以强化就是 本来不一定说 一首歌只能播 三分钟多一点点 但是因为这个 四十五转 这个唱片的关系 所以呢 这歌曲的长度 就被限制了 那因为歌的长度 都被限制住了 所以呢 慢慢慢慢就强化了 每一首歌 他能够播放的时间 大概就三分多钟 那这个当然很重要 就是对于 DJ来讲很重要 因为DJ主持节目 他要算好时间 算好时间 不然的话 有的时候 这个有的 以前听广播的时候 常常他最后说 我们现在听一首 很好听的歌 结果那个DJ 时间没有控制好 那首歌很好听 结果前奏刚刚结束 就时间到了 那个节目就切断了 听了就很不过瘾 那比较厉害的DJ 就是最后 我们来听一首 很好听的歌 整首歌 从头范围 完整的放完了 之后呢 那个DJ还能够 讲几句话 跟大家说再见 那这样的话 时间就算得很准 所以这个广播节目上面 这个时间其实是分秒 必计 分分秒秒都要算清楚的 所以因此 每首歌反正 这个四十五转唱片 大概都是 一首歌大概三分多钟 所以慢慢慢慢就强化了 每一首歌 他所能够得到的 这个播送的时间 差不多就是三分多钟 那每个DJ这样子 他也比较好控制时间 我们看下一句 里面有个空格 他说 musicians who wanted to get their music blank on the radio had to adapt to this trend 所以musicians 音乐家 什么样音乐家呢 who wanted to 想要 get their music 让他们的音乐 怎么样 on the radio 那我们来看看 第二题选项 第一 A是play B是to playing C是played D是was played 好 那这个地方 我们又考到文法 就是get 他可以加一个售词 然后呢 再加一个VPP 表示这个售词 跟底下一个被动的动作有关 好 所以呢 这个地方 你如果了解这个文法的话 我们很快就可以找到 你要是 我们要选的答案 应该是played 所以get their music played 就是让他们的音乐 被播放 on the radio 在广播上面 被播放 这个结构 就跟get someone's hair cut 一样 不过那个cut 是分词 所以让他的头发 被剪掉 那在这地方 就让他的音乐 被播放 一样的概念 get their music played on the radio 所以想要 让他的音乐 在广播节目上播放的 这些音乐家 包括那些歌星 等等的 他们就必须要 had to adapt to this trend adapt to this trend 就是要适应 要调整 去适应 这一个趋势 trend 就是一个趋势 a general tendency or direction 好 那adapt 这个字呢 它是to fit to adjust 调整 adjust to make suitable to 的意思 那这个字呢 很多人会跟adapt 搞不清楚 那大家其实 从字根上去看 这个ad都是to的意思 那个aptapt 这个字 在英文里面 本来就有这个字 那apt这个字根 它就是fit的意思 合适的意思 所以apt这个字 在英文里面 它其实就可以用来表示 exactly suitable 或者appropriate 那大家记得一个collocation 一个词语搭配 anapt reply 就是一个很适当的回答 anapt reply 所以adapt 就是让它变得很适当 所以就是要调适 去适应 那叫adapt 那adapt adopt 那一样 各位注意那个字根 opt opt 这个字根 就是选择的意思 所以adapt 就是去选择 也就是你要采取什么东西 你要领养什么东西 那个都是需要经过选择的 你这样去记 就不会搞错这两个字了 好 所以这地方讲到 这些音乐家 必须要适应这一个趋势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 他说 over the years music technology evolved from records to cassette tapes 就是卡式录音带 那个tape 那个tape就是那个带子 好 那cassette tape 就是卡式录音带 然后呢 又演化到CD 那又演化到mp3 然后呢 又演化到streaming 就是这个线上串流 所以随着这个音乐科技的演化 这进步了很多 但是this hasn't 这并没有cause的 并没有使得 所以causeA to 做个动作 就使得A去做这个动作 那这里的A是什么呢 就是the three minute duration of pop songs 就是流行歌曲 三分钟的这个长度 那duration就是一个长度 一个期间 the length of time something lasts or continues 一个东西持续的时间 就是duration 所以这个音乐科技的演化 并没有使得 the three minute duration of pop songs 并没有使得流行歌曲 三分钟的这个长度 去怎么样呢 我们看第三题 来给我们选项 A fall out of fashion 这个应该是对的 因为fall out of fashion 就退流行 所以尽管唱片都没有了 现在都是用CD 后来用线上串流 但是并没有让三分钟左右的 这个流行歌曲的长度 并没有让它退流行 所以A是对的 那我们看看其他选项 有没有更好 B这个选项 keep up with the times keep up with the times 就是跟上时代 它并没有使它跟上时代 不对啊 因为它其实现在还在用啊 表示它还是符合时代的 所以B不对 C go into effect 就是生效 例如我们可以说 when does this new law go into effect 这个新法律什么时候生效啊 那这得跟生效没有关系 就是产生效果没有关系 C也不对 D rise in popularity 人气上升 这并没有使三分钟的长度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人气上升 没有啊 它现在还是很有人气啊 因为大家还是这样做啊 所以第三题 我们当然就选 fall out of fashion this hasn't caused the three minute duration of pop songs to fall out of fashion 好 我们看一下一句 它说 one reason for this was that radio stations wanted to fit as many commercials into a program as possible 好 所以呢 one reason for this was that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语块 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radio stations 就是这些广播电台呢 wanted to 他们想要fit fit在这里放进去 但是你要fit as many什么什么 into什么什么 那就是其实就是 有一点塞进去的意思 他们希望能够塞进 as many commercials as possible 就是能塞多少个广告 就塞多少个广告 叫做fit as many commercials as possible 那commercials就是广告 塞到哪里去呢 into a program 塞到一个节目里面去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句子的结构 they wanted to fit as many commercials into a program as possible 所以他们希望 一集节目里面能够 广告越多越好 这样他才能赚钱啊 好 所以下一句她说 this was easier to do with relatively short songs this was easier to do 这比较容易做到 就是你用塞很多歌进去 with就是在什么样的状况 条件之下 在relatively short songs 相对短的歌里面呢 就是你用相对短的歌 就比较容易做到 就是你可以塞最多的 能塞多少广告 就塞多少广告进去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她说 record companies also preferred shorter singles since their royalty payments were the same blank long songs were 所以呢 record companies 就是唱片公司 他们也是 他们也preferred 他们也比较喜欢 shorter singles 比较短的单曲 singles就是单曲 since是因为 他们的royalty payments royalty 就是板税 所以payments是支付 所以royalty payments 就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板税 were the same 是一样的 那第四个空格 我们看到 后面是 long songs were songs were 就是歌曲是 那这个long 在这里 会怎么样影响 我们作答呢 我们看第四题 第一个 whichever whichever 它是通常用来修饰名词的 但是后面我们看到 它接着那个字是long 所以A不对 whichever 这不管哪一个 那B whenever 它是修饰时间的 所以也不对 它后面 whenever是某一个时间点 跟long也没有关系 C no matter how long 这个对了 因为how 用来修饰那个long 所以no matter how long 就是无论多长 no matter how long songs were 无论歌曲多长 它这个收到的板税都一样 所以它当然就短一点的好 所以第四题我们选C 那第一 no matter what 它是不管是哪一个 它跟long也接不起来 所以也不对 所以既然都一样 收到板税都一样 那短一点好 这个制作成本 也可以少一点 那我们再看下一句 它说 longer songs meant fewer songs played reducing the size of royalty checks 这把它讲得更清楚了 它说 longer songs 比较长的歌 meant 意思就是 fewer songs played 就是fewer songs that can be played 所以比较长的歌 就表示 能够播放的歌会比较少 fewer songs played 那这样的话 分词告诉你 它会reducing the size of 它会减少那个大小 什么大小呢 royalty checks 就是那个 板税支票的大小 也就是说 它会影响板税支票的 这个数额大小 the size of royalty checks 好 我们看下一句 它说 many music fans also favored shorter more concise songs because people have short attention spans 好 所以这个music 很多music fans 很多音乐乐迷 他们也favored 他们也偏好 短一点的 shorter 还有呢 more concise 比较精简的 比较简明的 concise就是 brief and to the point 所以他们也比较喜欢 短一点 比较精简的歌曲 不要太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people have 人们有 short 很短的 attention spans 就是他们注意力能 集中的时间 是有限的 你首歌太长了 大家听到最后就分心了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它说 with today's digital platforms largely replacing traditional radio stations these limitations no longer blank with 就是附随状况 随着今天的 digital platforms 就是数位平台 largely 就是很大程度的 replacing 取代了 traditional radio stations 取代了传统的 广播电台 因为现在很多 年轻人都是听 数位的这个平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these limitations 这些限制 no longer 不再怎么样 来我们看看 第五题给我们的字 a obey obey是遵守 to carry out or fulfill the command or instruction of someone 跟我们这里的 这个前后文 没有关系 不对 b apply 这个就对了 apply可以当 不及无动词 不及无动词 它就表示 适用的意思 to be relevant 是相关的 to be useful 是有用的 或者是 to be appropriate 就是适用 适合 好 所以no longer apply 就是 这个已经 不再适用了 这个答案是对的 b 那c differ 是不同 to be dissimilar or unlike dissimilar 就是不相同 d-i-s-s-i-m-i-l-a-r 好 所以跟不同 相同 没有关系 c 不是我们要的答案 d behave behave 一个是行为 的方式 那例如你可以说 the child behaved badly 这小孩 这个行为 很不好 就是这个不乖 那behave 如果一个字的话呢 就是守规矩的意思 就是to conduct one's self properly conduct 就是你的行为 c-o-n-d-u-c-t 所以我们刚刚 举例说 the child behave badly 所以呢 I told the child to behave 我指教他怎么样 要乖一点 所以这个字很棒 很好 很值得学 但是呢 不是我们要的答案 我们要的答案是apply 好 那limitations 跟limits 有什么不一样 limit 是限制 那limitations 它是一个 一个rule a limiting rule 或者a limiting condition 一个限制的规则 或者是一种 限制的条件 它其实就是一个 restriction的意思 一个限制 restriction 所以例如我们可以说 are there any limitations on the agreement 这个协定 有没有任何的限制啊 就是有没有程度上的限制啊 等等的 好 所以这一题 我们要选的是apply 现在用数位平台的 很大程度上 取代了传统的 这个广播电台 所以呢 这些限制已经不适用了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句 它说 even so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a pop song in 2023 was still only three minutes and fifteen seconds even so 尽管如此 就虽然说 前面讲的限制都没有了 但是呢 the average 平均的 一首流行歌曲的长度 在2023年的 一首平均的 流行歌曲的长度 仍然是只有 三分钟 十五秒 所以之前的限制都没有了 但是呢 因为种种的原因 所以呢 现在还是一样 一首流行歌曲 大概还是三分钟 所以这篇文章 我们谈的就是这个 三分钟的秘密 好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这篇文章就讲解到这里为止 非常感谢 那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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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